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万迷早晨节目 昨天大胜了一场之后 我们赢了潘利茅夫 有很多正面的东西 一位跟万联跟得很足的记者 James Robinson 他在《Evening Standard》写了一篇评论 跟我们慢慢讲解 为什么 苏斯一起带领万联的重建 一步一步向前走 当然我们这个大胜的潘利茅夫 令到大家觉得这个重建跨越了一大步 虽然这不是我的评论 但我觉得这篇评论文章也相当好 就和大家一起好闻分享 James Robinson是这样说的 苏斯汀查这场潘利茅夫的足球 带着我们这个重建 走一大步 他就说苏斯汀查无论怎样 他都很享受这个过程 无论他之后苏斯汀查做到什么 其实都在万联的市策里面 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位置 虽然这几场 都看到我们打回一些 大家认识的进攻足球 但是有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 仍然闭门作赛 万元的球迷仍然未能在现场分享这个成果 这个非常出色的对班利茅夫这场比赛 他就叫做五星级的表现 前面的三叉击 如果有观众的话会令到他们崩崩跳跳 肯定 如痴如嘴 但大家现在就在家里如痴如嘴 我昨晚也有的 他就说这个球会很明显地慢慢向上升 如果刚刚成为英超盟主的利物浦 赢了第一场被曼城 4比0游轮了之后 其实曼联在这几场比赛 也证明了自己 是有一个能力 他没有说什么 能力是扰乱大局 他也说了很清晰 苏诗一查 说 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条件 挑战英超 挑战英超的首两队 和曼城 这个我也同意 尤其是今季 联翠榜已经告诉你 但是 曼联现在 的进步和这些球队现在慢慢建立的东西 如果高普或者哥德奥娜 是不认真去对待的话 明年就可能会有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即是这位记者James Robinson 现在我们的进步 就连 可能高普和哥德奥娜 都要留意我们究竟搞什么 要做一些相对的对策 之前可能你也不用理我们的 当然 曼联今季还有很多东西要争 包括争前四 争足总盃 以及 贵美的欧霸 八月的欧霸 但是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一场一场的球 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将来 有多大的潜能 究竟 会不会慢慢更加 展示给我们看 越来越接近 挑战錶标 越来越接近 大家千万不要用来说 未有这个能力 这一场球赢了之后 已经是16场不敗 他也告诉大家 如果说对上八场联赛 我们就得了18分 同样对上八场联赛 利物浦就得了16分 曼聪就得了15分 对上八场联赛 我们就得了多个利物浦和曼聪 我们也在今个球季里 三战赢了 康尼奥拉的曼聪 就算 我们在当时季初 还没那么理想 我们也是第一队 令到利物浦失分的球队 在联赛里面 其实这几场比赛 就算没赢了 这场比赛之前 苏聪已经用球队的表现 去跟 Edwardward 即是牧仔说 其实 曼联如果 这个转背枪 能够好好利用到我们的优势 其实 真的可能 有个机会 去令到我们这一步 达得更大 和达得更快 苏聪就来到曼聪接手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奥脱幅 他来到带给我们 笑容 和一个愿景 无论他的笑容 或者他的愿景 都被严重地测试 很多朋友都觉得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很多朋友都对他有很大的怀疑 我都要说 包括我 都曾经有对他怀疑 到现在这一刻 我还有某部份东西 大家听完早晨听得多就知道 到现在这一刻 我还有他的部分东西 我还是有怀疑的 但是 是不是 还可以有那么多的怀疑呢 这位James Robinson说的 他说无论如何 他现在 起码将球会改变了一些东西 包括 你现在看曼联 不会再 悶到睡着 好看了 这几场我也有说的 令到对手 都害怕了我们 很久没有试过 他们来到奥脱福是害怕的 这一件事 是苏斯一柴 做到的 有很多人就会说 你只是对着 石非链 白礼顿 和玻璃茅夫 这样 James Robinson说 大家要比较苏斯一柴 现在的曼联 和摩连奴 或者云高 意大利的曼联 究竟有什么不同 他就说 摩连奴打赛的曼联 可能是非常有效 因为他们 在费sir退休之后 取得最高的联赛位置 第2位 但是 当时有看球 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们曼联的踢法 与摩连奴的踢法 是有些共通点 或者大家感不感觉到 曼联球迷想 曼联的踢法 在摩连奴的足球里出现 相反 这几个星期 苏斯一柴带着曼联的踢法 是不是大家想见到的曼联踢法呢 他给大家问 James Robinson 接着 他就说 苏斯一柴仍然 亦是一件事 他很相信 Marchier Restford 和Greenwood 即是福马 和鹿木 这样 他对他们三个的信任 现在 这几场球 就有回报 大家 不要忘记 有不少的曼联球迷 都说 贵错 放走劳卡古 放走沙齐士 为什么不买回前锋去补充 我想 有这个想法的朋友 我是没有的 但是有这个想法的朋友 可能要和自己 计算一下 现在你看到他们三个 这样的踢法 是不是你想见的呢 尤其是这场球 一定是非常有标志性 因为他们三个都有入球 马仔和福仔 这两个今季已经 获得了20球 而Greenwood 大家都知道 他踢了很少 但他已经获得了15球 他说看形势 应该就不止了 这三个三叉击 福马 和Greenwood 暂时可能 比起埃及文明 仍是差了一段距离 但是大家会否否认 他们三个 都在进步 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建立更好的默契 和理解 他们三个后面的 Buno 弗兰迪斯 他的 创造能力和入球能力 我相信大家都会见识到 再加上现在 连之前一直都被人传 我要重新 一直都被人传 在曼联踢球很不开心 很想走的普巴 现在 是不是笑容都多了 心情都好了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说实话 苏绍一查 做到一个 现在的曼联 就是 有一件事我们很多曼迷都讨论了很多 就是 连续三场 用 同样的证损受 原来 我们是2006年 11月之后 都没试过 当然这件事是好是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我想 James Robson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 连续三场都用同样的阵容 而打同样的阵容 其实都很久没试过 当然 我们也要说回一些现实的事情 就是 Rubton就是这么说的 虽然有很多正面东西 但是在后防方面 迪基亚现在的状态 始终都是一个担心 麦加亚绝对应该要做得好一点 在班尼茂夫的第一个入球那里 但是始终是一个扎角度 那么扎的情况之下 不过其实很接近的 我也要帮迪基亚说回这个说话 其实迪基亚虽然是扎角度 但是很接近 而且迪基亚守龙门的手法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Junior Stenillis 其实射的波都真的很漂亮 早一点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的曼联 输了一球这样的波 即是有点不抵的波 他们就会投得投 眼眩眩眩 接着就输了一场波 但是昨晚 我们看到他们 输了这一球 是踏着了他们 结果他们未够半场 就已经进入了三球 老实说 我在拍立北的道路也有说 而我昨晚看着波的时候 我真的有指定 虽然我们输了一球 但是我真的没有太担心 不是太担心 当然 又会有朋友说 大巴里又麻木地乐观 可能是 但是这几场波 尤其是大家记得 季初 我们对着弱队经常失分 经常做罗宾汉 我们这两年经常跟罗宾汉挂勾 其实这个以前有很多时候形容利物浦 我们是承接了 但是现在 起码这三场波 我们跟罗宾汉都完全 举不上关系 OK 他就说了 Greenwood 追和的那球 和福仔突然间转了位 明明打开右边打到左边入球 令到对方的龙门 Ramsdale被射爆 Adam Smith 接着就搜球 令福仔有球12码入球 最漂亮的那球 就是临完半场之前 临完半场之前 马仔入球 20码的一个很漂亮的射门 OK 11分钟之内 苏瑟汉带领的曼联由输一球 直到 原本就以为 相当稳定取得3分 因为赢了3比1 这三分会令到我们更加接近 欧联的 资格 亦都是说真的 记得我去年经常说 早前也做了一集节目 前四恐惧症 是不是医好了呢 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OK 就算说真的 失了一球 黑六球 不是那么划算的 赢了三球 接着下半战一开始 换了拜尼出来 又整个手球 又输了一球 接着差点就3比3 因为那球还好是越位的 但是 定了 定了定神之后 结果 Greenwood 又再帮我们入球 再加上 佛兰奥弗兰迪斯 终于 令到我们真真正正 带穩了那3分 其实还没完 那时候我就说叫虎了 六球我之前说过 结果 阿福仔就真的吃了炸虎 不是叫虎 那球就越位了 但是他说那球球其实都相当好的 组织 整个组织都不错 然后 然后呢 就是 绝对 是一个 令到大家觉得 曼联是继续向好的方面 和重建 跨进了一大步的 一些实证 这样 这样 这篇就是整篇 Janet Robson 写的文章 其实他说的我大致上都认同 因为我觉得他写得 乐观之余 亦都很现实 所以我特意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刚才中间我都加习了自己的意见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你们听完之后 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样 亦都可以写下你们的感觉 OK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